在加勒比海的友邦海地 最大黑帮首领 号召了各个帮派联合推翻总理 首都太子港枪响平传 最大的监狱更是传出 有数百名的囚犯已经越狱 太子港街头不时传出枪响 公车被烧毁横躺在路上 还有人在路中央焚烧轮胎 根据外媒报道 武装团体在二号晚 今天无事重重警力 逼近海地的最大监狱 当地媒体指出 越狱的囚犯数量相当可观 不过也有一些囚犯 担心在警匪交火中丧命 而不愿意离开 由于这座监狱 关押很多恶名昭彰的罪犯 当地警察工会 也呼吁政府提供援助 黑帮首领则是强调 会继续推翻总理 并且警告民众 不要让孩子出门上学 避免遭受到暴力事件 激增的波及 你好 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